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上一期我们讲了NBA球仙卡的开包 我们说好每周有三次的更新 今天是第二期 大家知道最近最最最最热门的比赛是什么 一个自然是NBA的番友总决赛 勇士对军骑士 另外一个就是四年一度的世界杯 马上要在俄罗斯终于要开打了 所以今天我们来开包的就不是NBA球仙卡了 而是世界杯纪念贴纸 好我们拉近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 这一次的出厂方又是上次我们提到的 世界上最大的球星卡制作公司 帕尼尼公司 FIFA World Cup Russia 2018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 大力神杯 这套贴纸 他每一包里面有五张 他这个包装其实还挺好看的 金光闪闪的 大家看 他虽然没有NBA球仙卡那么大张了 但是因为四年一次的认识 他的稀有度肯定比每年都有的NBA相对要高一些 也相对更具有收藏价值 对吧 好下面我们就正式来开包啰 球星卡的正确开包方式 拿在手里 摔摔摔邓 就甩出来了 好 现在五张球形贴纸都已经在桌上了 我们一张一张开始来看 第一张 澳大利亚国门 Mathieu Lecky 马修莱基 长得挺帅的 他是澳大利亚国家队的主力门将 效力于柏林赫塔队 他在2015到2016年的时候是效力于英格尔斯塔特 就是德甲的另外一支球队 然后今年2017年的时候从英格尔斯塔特转回去了柏林赫塔队 目前是柏林赫塔和澳大利亚的双辆主力门将 1991年出生 身高1米81 其实作为一个门将来说 1米81的身高不是非常高 体重是82公斤 今年澳大利亚在 其实自从他分到亚洲区之后 他每一次都可以顺利的从亚洲区出现进入世界杯阵赛 但是每一次到了世界杯 他很少有机会起到搅局或者有闪光的机会 其实我们可以看这套世界杯纪念贴纸上面的数据 其实不是很多 它主要的要素有国家 它是马修里奇士澳大利亚国门 2012年第一次开始为澳大利亚的效力 然后这里有身高181公分 体重82公斤 效力于德甲的柏林赫塔队 1991年4月2日出生 就这些基本的数值 他并没有说比如一共为国出产过多少厂或者失求数之类的都没有 不过我觉得这次的贴纸做的非常精细 整个的图画各方面做的都很好 好了 这就是第一张澳大利亚国门 马修里奇 下面是第二张 我们来看看是哪一位球星 Jepson Falfan Jepson Falfan 密鲁队的老队长 这个真的是一个老将 大家看一下 他是1984年出生 34岁了 其实已经 03年开始就为密鲁国家队出战 1米78 84公斤 现在是效力于俄罗斯的莫斯科火车头队 他曾经常年效力于德甲豪门12颗零四队 是矿工当时最重要的边路进攻武器 Falfan 但是因为随着年龄增大 他现在逐渐退出欧洲主流赛场 进入了俄罗斯联赛去踢球 他最擅长的位置是边峰 或者是中场的中路 速度快 速度真的奇快 我记得以前在玩实况和玩PES的时候 他的速度值应该是在90以上 是一位以速度见长的边峰型选手 Jepson Falfan 03年就开始为密鲁效力 已经整整为国效力了 15年了 我们来看这个编号 249 刚刚的Massaric是229 这个编号其实并不是说 他的能力排名或者是名字的排名 而是以这个国家队在世界杯上 被分在哪个小组的顺序 然后这个球员在这个国家穿几号球衣 这个顺序排下来的 249和229差得很近 其实澳大利亚跟密鲁 这次是分在同一个小组 这就是第二张 Jepson Falfan 密鲁对现在的 不能算当家球形 但也算得上是王牌选手之一了 不知道今年的世界杯 他顶着34岁的高龄 能否在为密鲁国家队吹成靶战 好 下面到第三张 我们来看一下 澳瑞士老将Blemgmati 布莱里姆泽玛伊利 熟悉一甲联赛的球迷们都知道 这个人泽玛伊利当年在意大利 也是很出名的 他最早效力于热纳亚 然后后来他去了加拉塔萨雷 然后又从加拉塔萨雷转会 到了目前的一甲伯罗尼亚 但是我记得他当时转会的时候 布洛尼亚的合同里面是写好 他在布洛尼亚效力一个赛季之后 要转会去同一个老板旗下的 美国足球大联盟的 蒙比利尔冲击队 他目前代表国家队进球数 应该是7个 出战了51场比赛 进了7个球 他06年开始就为瑞士队效力了 身高1米79 体重75公斤 是一位中场球员 他是一位现在所谓的B2B中场 就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全能型中场 哲玛伊利 哲玛伊利岁数也不小了 1986年出生 今年已经32岁了 这应该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 他转会到一甲之后 到伯罗尼亚之后 其实表现还不错 16到17 17到18 两个赛季总计的进球数 也有7个进球 加上3个助攻 是一个比较全面的球员 今年瑞士队的阵容相对还是不错的 所以他们还是有机会正宁曲小组出现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哲玛伊利在瑞士队中场的表现吧 一转眼到第四章 我们来看一看 是个韩国球员 韩国荣 这个是个新人 其实年纪不算小 90年出生的 13年开始为韩国队效力 但实际上这个球员在韩国国家队 是属于每次都能进大名单 但是我个人觉得存在感不是很强的球员 代表国家队出战23场 然后青年队出战6场 进球数助攻数都是零 可能擅长防守吧 这个球员还真不是很熟悉 但是我记得他现在是效率于卡塔尔的 卡塔尔SC队 不是江源足球队 他应该是签约在江源足球队 然后被租界去了卡塔尔踢球 身高183公分 体重73公斤 90年出生的一位球员 韩国荣 哇 这个球员真的好冷门啊 这个是韩国队大名单里边 我比较不熟悉的那么个别及格了 已经 编号504 因为韩国这次分组分得很厚 好吧 这张也没什么可讲的 长得真丑 最后一张 说实话 前面四张 知名度都好小 跟那天的NBA球型卡一样 第一次开包的 知名度多不高 好 希望寄出他最后一张 看看是谁 以格尔斯莫尼科夫 俄罗斯队的边后卫 以格尔斯莫尼科夫 或者叫斯莫尔尼科夫 这个倒是一位主力球员 是俄罗斯国家队的主力右后卫 13年开始效率于俄罗斯国家队 身高178公分 体重70公斤 88年出身的 目前效率于俄超霸主 泽尼特队 他我记得他14年的时候 是代表俄罗斯国家队 踢满了欧洲杯的三场比赛 是绝对的主力 防守稳健 因为大家知道 俄罗斯的大部分球员 除了一些好胜的天才球员 新生代的 是以技术流派舞者的 他们这些老一辈的球员 因为88年也不算小了 也30岁了吧 28 30岁 对 88年30岁 其实他们都是走的 球风非常硬朗的 壮汉型风格 整个俄罗斯一条后防线 基本都是 我们开玩笑说 是猛男后防线 真高球能力 不用说非常强 卡位身体素质都非常强 但是统一的缺点就是 速度慢 不灵活 转身就需要一个世纪的感觉 所以他们一般对上 那些灵活型的前锋 很难防守 所以这个是俄罗斯队的 主力右后卫 斯莫尔尼科夫 今年俄罗斯被看好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东道主 我记得历届世界杯的东道主 好像最近几届 只有当年的南非世界杯的时候 南非队是连小组都没有出现 因为大家知道 东道主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 一般来讲都能小组出现 球迷的支持 现场气候的适应 球场的适应 以及主场会有一些裁判 相对照顾的因素在这 所以今年俄罗斯队 我个人看好他们能从小组出现 但是仅此而已 小组出现之后 应该就走不远了 好 这是我们最后一张卡 伊格尔斯莫尔尼科夫 俄罗斯队后卫 那我们这套球仙卡开包结束之后 我们来总结一下 从右到左 第一张 马修莱基 澳大利亚国门 第二张 杰普森·法尔范 秘鲁队的主力中场球员 老将 第三张 哲马伊利 瑞士队的主力中场 第四张 韩国荣 韩国队的替补 真的是替补 最后一张 伊格尔斯莫尼科夫 俄罗斯队主力编后卫 总的来讲 这五张球员的知名度相对较低 如果非要在这五张中选一张知名度最高的话 我个人觉得知名度最高的应该是法尔范 毕竟他曾经在萨尔克林寺纵横了很多年 但是以年龄结合现在的状况来看 其实应该是马修莱基 真正的主力中的主力 在赫塔也是主力 在澳大利亚国家队也是主力 他应该是这一套球星卡包中 最值钱的一个 好了 今天的五张世界杯球星纪念贴纸 大家注意哦 这个这次不是卡哦 是贴纸是可以撕开的 这次的五张纪念贴纸就全部介绍完了 总的来说 第一次开包 品质质量我觉得非常不错 但是可能是运气不怎么好 第一次的球星 知名度不是很高 好吧 那我们下一次开什么卡呢 是NBA还是FIFA 还是MLB还是NFL 大家敬请期待 好 我们下次再见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